我看一下这个题 他说Fs的图形长这样子 问你ABC租1何者说误 来老师问你这什么意思 老师先解释一下 你们看过这种写法 什么写法 Y等于Fs 你们看过这种写法 对吧 所以说什么叫Fs Fs代表Ak是用一代 或Ak是用二代 Ak是代下去时 它的Y轴高度是代表F 所以说什么叫Fs Fs代表什么 代表它Y轴高度 所以说老师问你什么叫Fa 把Ak是用一代 A代代下去 代下去时候 这个点坐标Y轴高度就是Fa 把Ak是用B带下去 这个点坐标高度就是Fb 把Ak是用C带 把Ak是用C带 带下去时 这个点坐标高度就是Fc 这样行不行 可不可以 那还有一个F0呢 把Ak是用0带 带下去 这点Y轴高度就是F0 这样行不行 可不可以 因为Y等于Fa 所以说Fa是代表什么 代表Y轴高度意思 所以Fa带下去 这点Y轴高度就是Fa 这样可以吗 可以 那你看一下 Fa和Fb 这两个点坐标 Y轴高 所以Fa大于Fb 这没问题 对吧 这Fb在这 Fc在这 这两个点坐标 所以Y轴高 Fb 所以Fb大于Fc 没问题 那Fa告诉我 这个点坐标 Y轴什么数 正数 Fca 这个点坐标 Y轴什么数 负数 所以告诉我 正不得 负 Fa这个点坐标 Y轴什么数 正数 Fb 这个点坐标 Y轴高 是其 零 所以它乘起来 等于其 零 这样行不行 好不好 那你看一下 这一样 你看F0 F0在哪 F0在这边 Fa这个点坐标 A在这边 所以水比较高 F0水比较高 F0比较大 所以说告诉我 哪个数量 好 豬缩掉 这样行不行 行后 我可以把它看一下